字幕提供 Hello, 早安 今天很想喝ABC湯 因為我們現在疫情 很多時候出去吃一頓 都覺得避免 很多時候我會選擇自己煮 現在回不到家 當然想念媽媽的煲湯 媽媽每次回到家 媽媽都問我 今天喝一湯 很多時候想不到喝一湯的情況下 因為太多選擇 媽媽有很多湯 煲很多不同角色的湯 我會選擇最方便 最容易的答案 就是ABC湯 我們稱之為ABC湯 原因是因為 曾經問過媽媽 這個味湯會叫做ABC湯 因為媽媽說 因為營養ABC也有 我覺得不錯 之後通常在我的國家 馬來西亞 唐人都要稱之為ABC湯 當然這味湯 不是完全屬於中式 可能是我們 一些當地的小食 由於唐人都喜歡煲湯 尤其是廣東人 無湯不歡 這一次 這一次就想到 很想喝ABC湯 也很想念家 媽媽 爸爸 然後我姐姐 所以我想到 今天做一口ABC湯 在我做ABC湯之前 我想到 可能有些人都喜歡喝這個湯 所以我決定錄影 示範一下 我通常 我通常 各人的做法 如何去煲這個湯 一般上 我們要把這個水 這個水煲 即是這個煲 我們放半煲 不需要多 因為 放了這些材料 水就會滿 我想強調一點 就是 通常我們煲湯 我會選擇 這個比較大黃 比較硬 大黃的荷蘭樹 我叫荷蘭樹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湯 我們煲 需要用一個 一個小時多的時間 慢慢去小火 如果我們用 那些做薯條 那些比較白色 淺淡白色的 煮去 很快就會溶 碎了 這個湯 這個荷蘭樹 起碼 煲了一個小時後 不會融 也不會碎 好一點 好 接著另外一個 這些材料 其實是配搭 油 那個份量 看你各人的喜歡 我覺得我一個人吃 或者我兩個人吃 我不用太多 決定說好 我今天做一鍋細鍋 大家可以慢慢欣賞一下 我怎樣去煲 另外一個想強調的 我差點忘記 就是 一般上我們煲湯 都要去 這個蘿蔔 我們會去皮 去皮 有些人都覺得 吃皮都好 你各人需要 你覺得我比較喜歡吃 有皮 這個蘿蔔 你不去皮都可以 我們有什麼呢 你看我們桌上有的 都是這些材料 如果你吃齋 例如我吃齋 我就用這些材料 我就不需要放豬肉 或者是雞肉 如果一般上我們要放豬肉 口味好些 甜些 香些 我會建議你們用排骨 就是豬排骨 會比較好吃 再不是用豬的瘦肉 我們用瘦肉 都OK 都好的 OK 好了 現在呢 我們首先 把湯水 煮滾了 然後呢 先放一些比較 來熟的材料 比如說什麼呢 就是首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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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做 包粟 粟米 很重要的 粟米調味其實不錯 很重要的 如果想一點 甜一點 你放粟米 幾片就好 因為粟米 由於需要時間去煮熟 煮軟 或者煮到出味 我們喜歡先放粟米 或者我們叫做包粟 我們買西亞叫做包粟 然後第二樣東西 要放的 就是這個 紅蘿蔔 紅蘿蔔可以切為 細片一點 或者可以切去三角形 我都建議煮這道 這道菜 你所有切的材料 都盡量大塊一點 不要太細塊 因為如果你煮得太細塊 有些煮了就會融爛 比如說這個 蠔毛茄 這個茄也是 或者這個洋蔥 那洋蔥 記住 洋蔥很重要 洋蔥 如果你選擇黃皮 或者橙皮 洋蔥的味道比較差 你必須選擇紅皮 紅皮的洋蔥 你切大塊一點 不要切片 大塊一點 最後煮完之後 還有洋蔥 或者材料可以吃 我就不會說 只有喝湯 沒有東西好吃 有些口感 看看現在切這個 蘿蔔 蘿蔔 我喜歡切三角形 也不要太大塊 因為蘿蔔一煮完之後 你吃下去的時候 如果湯熱會辣口 你切小塊一點 當你愛吃的時候 都不會太艱難 去咬 或者是 咬到細片一點 來來去吞 現在我切好了這個 紅蘿蔔 好 愛多少蘿蔔呢 其實 都是看你各人喜歡的 好 有些人 覺得我喜歡吃蘿蔔 那就切多點蘿蔔 好 現在我們要放 雞皮呢 亦都是其他用的 就是紅蘿蔔 為什麼呢 因為紅蘿蔔 都是很久 去煮軟的 好 好 我想吃多點蘿蔔 好 擠好 不要漏 好 擠好 有時候 我們只不去煮一鍋湯 就可以一餐 不需要其他菜 或者是有什麼煎魚 不需要煎蛋 不需要的 一鍋湯 材料有 放些白油 我們叫豉油也好 帶些肉也好 白飯 湯 有些料 就夠了 一餐 或者是兩餐 甚至可以煮多一點 大煮一點 然後 吃兩餐 現在 這個豆腐 都很重要 豆腐都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豆腐有營養 然後豆腐 我建議都不要切太細片 因為切太細片 當你煮湯的時候 一個小時之後 然後你要拿這個 這個 筋 你去撈湯的時候 豆腐就會很碎 所以我建議 你切 大塊一點 差不多大塊 一塊大塊的四方豆腐 切成八片 都可以 這樣就放下去 豆腐 我們現在有的就是這個 包酥 紅蘿蔔 然後豆腐 遲些就會放進肉 放進肉 放進肉 肉和荷蘭薯 荷蘭薯為什麼不放進去 因為荷蘭薯 如果煮太久 它都是會碎 但是我選了這個 這一種荷蘭薯 好一點 就算我煮久了 它不會完全不碎 起碼可以耐一點 硬一點 實質 現在 我要切多一點 瘦肉 瘦豬肉 哇 這塊好像太大塊 我們就放一半 就好了 放一半 就好了 瘦肉必須選擇 新鮮 然後洗乾淨 因為怎樣都好 在市場上賣的瘦肉 你怎樣都會有 有時候拿報紙包 或者有些烏鷹 飛過來 瘦肉我們就不需要放太多 好 OK 切片 切片 都隨你各人的口感 你可以大片 你可以細片 當然 如果你大片 咬得上來 嘩 淡淡肉 那種感覺都不一樣 對吧 我本身喜歡喝湯 由於廣東人的關係 從小 媽媽都會每天熬湯 給我們喝 湯水多 喝得湯水多 人都營養好些 營養高 對身體的確不錯 甚至對皮膚也不錯 要喝一口咖啡 現在我們的火 不要放太大 稍微 稍微中火 慢慢咬 看看滾了沒有 OK 基本上是滾了 然後我們要放的 是什麼呢 好 這個滾了 沒錯 就是這個 荷蘭薯 我們可以叫荷蘭薯 也可以叫Potato 英文 荷蘭薯也是 記得一下 不要切太細塊 就是 一塊這樣 的形 不錯 對口型 咬下去 口感也不會太大塊 也不會太細塊 這個口型 是最好的 你可以切三角形 四角形 或者切片 你喜歡 怎樣切法都好 這些就是我們各人 喜歡 那麼 到最後都是吃到肚子 最重要是調味調得夠 你的湯就夠 夠味 好 差不多 一鍋煮好多下 不要看這樣 一鍋煮好多下 有時候 我們都會加些調味 調味我們會加些什麼調味 在泰國這處 老實說 我找了很久 我都沒找到這個 我們叫做渣菜 渣菜很好吃 要放渣菜 帶點鹹 帶點酸 帶點酸 酸是來自什麼 是這個葡萄 就是我們的紅毛劇 OK 很好吃 但渣菜我找不到 如果沒有渣菜 沒所謂 都可以 都可以 挺好的 挺好喝 我現在看桌上的材料 挺好喝 我們放些鹽 當然 鹽不要太多 吃多鹽也不好 如果有些老人家說 我家說 我家說 我需要多一點熱能 多一點熱能 你可以放些白胡椒粒 你要放胡椒碎也可以 都是 你各人喜歡 我們通常要放胡椒粒 放一炸仔 多少 又或者一茶匙 放下去 咬一小時 就可以 之後 就可以滾了 滾了 我們放什麼呢 接著我們放的就是 這個荷蘭薯 放到你認為足夠你的份量為止 這一鍋 我一個人吃光 吃得光 不要搞笑 真的 我喜歡喝湯 放多一點 煮水 煮水未滿 還可以的 好 接下來就是放肉 瘦肉 或者是三層肉都可以 但是怎樣也好 我覺得最好 都是放排骨 排骨瘦肉 真的很好吃 有些骨氣不同 真的很好吃 來 來 撈一下 先撈一下 開始噴口水了 好 肉夠沒有 夠了 我覺得也夠了 好了 我們開始放一些紅毛茄 放一些茄子 茄子 有些人叫茄子 不同的地方 叫不同的名字 名稱 我們賣西亞 你知道的 我們的 當地的蜂族民族 都有些 侵撈 侵撈了其他的 民族 所以說的 廣東話 有時候 都有些當地的口音 這些剩下的 我們就等待 收起來 最後 其實就是 洋蔥 因為洋蔥是最容易 軟的 這個 毛茄 都要煮久一點 毛茄 通常你煮久一點 酸味 就可以出來了 好 來 我們先蓋上去 等一會 差不多 30分鐘後 我們才放這個 洋蔥 好 慢慢等 等的過程 做什麼呢 喝咖啡 然後聽一下雞叫 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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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唱歌 看個鐘 現在時間11點 然後11點半 就會來開這個 蓋子 然後放這個洋蔥 之後差不多 12點 12點鐘 這樣就可以 配白飯吃午餐 OK 好 等一會見 好了 現在大約是 20分鐘多 通常我都會來打開蓋子 來試一試看看 檢查一下 看看湯 有沒有 滾 滾得漂亮不漂亮 有貓在這裡 陪我一起煮湯 來 先攪拌一下 看看底部 怎樣 有時候 我們都要攪拌一下底部 因為讓味道均勻一點 好 看到嗎 看到嗎 是時候我們加這個 紅洋蔥 紅蔥頭 喵喵 等一會 沒有這麼快輪到你吃 還沒煮好 我正在煮湯 你等一下 好嗎 好 加進去 煮大約是 十分鐘至十五分鐘 或者是 直到一路煮到多半小時 慢慢小火 記得要小火去熬 熬得來 味道慢慢就會熬出來 尤其是肉器 尤其是肉器 然後拿著蕃茄 還有茄子的味道 酸味 現在這個時候 其實如果你要加些 加些 鹽 多少鹽 是可以的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加些鹽 如果你要 這個 所以我剛才說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叫什麼 這個胡椒 這個胡椒粒 其實你都可以加多少 粒 或者是 粉 或者是碎 由於 今天我去市場的時候 就懶得去 特別選擇 多少 這些白胡椒粒 那我家裏 又有這個 那我就 加些 多少胡椒 片 你說別這樣 zeit 公開 我聽到 後面有に 的инов 有瘤第二個 大楼式 看到沒有 有顆大的自己 有顆大楼式 十分 真 我甚至今晚 或下午 才食べ出蒼蠅 來吃 雞蛋 放了材料 不好意思 那我就說 Jung 後軟,有樓鍊掉了 剛才放了鹽,也放了這個 我們叫胡椒粉,胡椒粒,胡椒片 Whatever, also can 然後蓋上蓋子,煮多大約十分鐘 再來咬 再來看一看底,撈一撈 然後再煮多十分鐘,就可以吃了 如果你說材料,大約貴不貴呢? 我現在不知道,兩年已經沒有回去馬來西亞 我覺得應該在泰國煮,貴不貴呢? 我就不知道 正如我所給你們看到的材料 在泰國,我剛才帶二百百 即是二百百出去,出去市場 即是二百百馬幣,應該是 屬於二十塊,20-27馬幣吧? 然後我就用了 這麼多 這麼多 即是二百百,即是一百 這個是二十,二十加 兩張就四十 即是大約是六十百,再加多少錢 十幾百,我覺得 七十百 就可以煮這道湯,包括豬肉 包括豬肉,就是煮這道湯 七十百馬幣,大約多少錢呢? 我都覺得應該是 十塊錢吧? 或者是十一塊錢吧? 差不多吧? 好了,我們先看看 等一會看看這個湯的 程度去到哪裏 十分鐘後,我們再見 好,時間三十分鐘 我們開始就先試一下味 試一下味 看看夠不夠味 然後呢 關火 先看看夠不夠味 來 來 差不多了,差了多少 再加多少鹽 多少就好了 好的 現在呢 差不多七七八八 差不多好了 你看到這些荷蘭薯更漂亮 好 煮了一粒蔥之後 荷蘭薯更漂亮 你還看到那個洋蔥 還未煮得爛熔 所以紅洋蔥是很重要的 用的材料必須要注意 現在我加了一些鹽 煮好了一個小時 你看到色水 是很香甜的 是沒有油的 完全健康的 所以為什麼我媽媽那時 跟我說ABC湯 因為是健康 營養 ABC維他命等等 這些就是 媽媽說下來的 我們就真的沒有去 完全去100%研究科學 真的有沒有這些維他命 ABC 我就不知道 喝這個湯的時候 通常我比較喜歡怎樣呢 我會放 我都會配這個 酸頭辣椒仔 蒜米辣椒仔 去點這個材料來吃 然後配白飯 就這樣吃 好了 要開始吃飯了 午餐時間到了 就 吃飯 OK 看到沒有 這個 泥味湯 真的很好吃 我沒有騙你的 真的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自己也試試看 湯水不夠 加多點湯 對了 好 看到沒有 這就是今天我的午餐 剩的話 就分給大家吃 然後 同時 都留多些今晚晚晚餐 好 好 準備好湯 之後呢 就開始吃飯 好了 這個就是現在我目前在這處 福吉島的生活 除了相連媽媽 相連爸爸 相連姐姐 回來吃一頓飯 有個湯水 那這個的確是一路來 都 非常酸 的 回不了 疫情了 大家都盡量保持一個 距離 保持自己的平安 健康 飲食方面都要照顧 這個是我 目前正說 我所給你們看的 我的煮法 這個湯 你們可能有自己的煮法 甚至乎有自己更好的材料 那現在你們是 看到這個頻道之後 覺得有自己的材料想介紹 或者是 方式煮法有不同的 可以大家交流 分享一下 這個是我在這節目 可以和大家溝通到的方式 那當然 如果你要以便宜的方式 經濟的方式來吃 那我的這個方式 我覺得 目前是算經濟的 嗯 為什麼呢 我打算容易爆發 你買一頓 一頓飯 即是煲湯 但是我猜不到 我只是買了肉 所有材料 另外用了 肉10-70塊 因為買7塊8塊 應該都不太貴 都足以療 現在呢 煮好湯 希望大家都 喜歡這道湯 如果你想嘗試 在家裡可以煮 不太貴 你看 出味了 在你煮了一個小時之後 出味 好吃 很香甜 味道 很夠巧 做好 今天見到這次 大家 保持健康 不要到處走 謝謝